我們再看一題definitegral的題目 你想試做的話,自己暫停 你留意到,我們今次的fset是一個piecewise function 小一個等於0的時候,色是4s 大一個0的時候,它是7s加2 題目就說將這一條色由-3in到4 -3in到4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?其實跟上一題差不多 你要分case去想 0作為那個階線 0的不同方向有不同的寫法 所以我們會將它寫作-3in到0 在這個範圍,你的fset其實是4x的寫 第2個,就是0走到4 這個範圍屬於大於0,所以應該是7x加2 你可以檢查,你-3走到0,0走到4 最終都是-3去4,那就沒問題 然後就分開兩邊去in,這個應該是2x2 這個應該是2x2,0負3 另一方面就是7x2x2加2x2,就代到0,4 就代到0,4 試一代了 這個位置是-18 另一個位置 另一個位置 64 兩者就合起來了,應該是46的 搞定 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我們有第二個做法 我們試試畫這幅圖出來 你應該懂得畫的,因為是2條直線 他就說,當x小時候等於0時,它會等於4x 那是一條穿過Origon的直線 那應該應該是這個樣子 然後當x大於0,就會是7x加2 y-intercept是2,那你預期呢 那這裡先實心,因為你跟上式 然後y-intercept是2,不過它是空心的 因為你是大於0 在0那一點是不define 然後7x的stop是7,上面是4,就是比它更加斜 更加斜的話應該是橙高一點的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是y對fx 那這一節就說是7x加2,這一節就是4x 題目就說要-3去到4 那我呢,4在這裏 -3在這裏 跟你計算他們的side area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這兩節 當然啦,這個部分是正數 這個部分是負數的,因為在下面 我們先計算這一個 我們知道這一節應該是2那麼高 那這一節你都計算到的 放4進去 7x4就28,加2就30 那這一節就4 那也就是說上底加下底 乘高 除2 你都計算是64 好了,這個部分 這一節是-3沒有問題 這一節多少,把-3丟回去 你都計算是-12的 或者我當是12,因為長度這樣看 那也就是說3乘以12 over2,因為三角翼 底乘高除2 你有多少?18 那但是你在x軸對上的話呢,就拿正 對下呢,就拿負 也就是說64-18,最終都是46的 那這裡提供多一個方法給你 如果你條色本身是簡單 其實你可以畫一條直線 下去算數 當回普通三個人面積 T型面積等等去做加減 又或者你不懂畫圖 不想想了 那你就直接in了 都無所謂 那我們今題說到這裡